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接下来为各位说明未来一周的天气 最近一周的话,台湾附近的环境是比较偏向,是比较不稳定的 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封面或是低压带 或是一些水汽比较多的状况 所以整体来说,各地的天气都是比较偏向是多雨的状况 那我们先从卫星云图上面来了解一下目前的现况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台湾附近的云层的话是比较多的 尤其是在周围 那目前我们是有看到,在海峡上面是有一个比较强的队流正在发展当中 那它也慢慢地往台湾地区靠近 所以目前有一些地方其实是正在下雨当中的 那如果我们从雷达回波图的话,可以更明显地看到这样的情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波影响我们的系统 其实正在通过当中 那其实目前在北部地区其实还是有一些零星下雨的状况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就是在海峡这边 比较靠近澎湖以及中南部的附近 这边是有一个比较强的队流正在发展当中 那也正在移入当中 所以未来几个小时之内在澎湖地区 以及中南部地区 是比较容易会有比较大的雨是发生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过去这一段时间降雨的状况 首先昨天的话基本上在整个北部地区 以及中南部的山区是有一些降雨的 那我们也提到等一下在中南部地区 以及澎湖地区可能也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状况 那再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 接下来一天的降雨的状况 首先今天的降雨的话会比较偏向是 圈台各地都是容易有降雨的 那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 以及东南部地区 可能会有一些局部比较大的雨 甚至有大雨发生的可能的机会 那到了晚上 因为刚才提到就是在台湾附近的环境 都是比较偏向不稳定的 在晚上的时候由于东南风的关系 所以在东南部地区 可能还是持续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 提醒在东南部地区的朋友们 今天晚上开始还是要特别留意降雨的状况 那我们从天气预测图 来看一下未来一周整个天气的概况 首先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台湾附近虽然没有明显的系统 不过整体来讲还是在一个比较大的低下带里面 所以天气上面来讲是相对比较不稳定了 到了明天整个风向会转为比较偏南风 持续一直到8号 9号 都还是比较偏向南风的 但是到了9号之后 我们可以注意到另外一波风面系统 正在靠近当中 所以台湾附近会转为比较更西南风的环境 所以到时候中南部的降雨可能就会再更持续一些些 会一直持续到廉价之后 所以最后来提醒大家未来一周天气的状况 首先是中南部的部分 未来一周基本上都是不定时的降雨 而且比较容易会有大雨发生的机会 那5号山区的雨势会再加强一些 在北部以及宜兰 整体降雨当然是会比中南部再少一点 但是还是比较容易会有局部交代雨势 特别是5号的时候 另外在花东降雨会比较零星一点 大致上是以5号降雨为主 但是今天晚上在花东地区 就刚才提到的东南风的关系 可能会有局部交代雨势发生的机会 另外未来一周各地的温度大致上是温暖到偏热的 那降雨感受是比较舒适的 降雨的时候感受是比较舒适的 那另外注意强风的部分 今天中部以及里岛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阵风要提醒大家留意 另外最后廉价期间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在金马地区 可能比较容易会有雾的状况 所以还是要特别留意航班的资讯 在交通网站上面要特别留意 以上是这一节的天气说明 那事ifiques Ben clap 那你们有什么厉害呢 可以对音乐 之后 requested a3162 915ades 1 cannon